大家好,又是我鄉口靠 今天要玩的是GTA Online 今天是6月2日星期四 今天又為大家提供GTA Online 每個星期的最新資訊 今個星期落勝都車序 裡面的獎品載具是GB200 獲得的條件是連續三天 在一場街頭競速系列賽裡面 名列前三名 而試駕載具方面分別是 奧西里斯 龍捲蜂 和泰澤拉克 另外R號特製私家載具是女妖 星期賭場裡面的台上載具是經典獵獄魔 屬於特殊載具巡迴賽的DLC 特價車方面是Negendary 而塔利GTO正在做6節 泰澤拉克正在做6節 龍捲蜂正在做7節 龍捲蜂正在做7節 幻象都在做7節 奧西里斯在做7節 雷克托都在做7節 班尼原創汽車工作坊 將格倫大爾升級做格倫大爾改裝款 做半價 快樂碼頭的公牛做半價 另外購買遊艇也做半價 不過就不包括他的翻修項目 猜事方面 坐擁超級遊艇的人生的聯絡人任務 做4倍 馬丁的聯絡人任務 做2倍 包括刺殺任務 另外空降奇兵系列的競爭模式 做3倍 今天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今個星期的最新資訊 可以說不差 馬丁的聯絡人任務 以舊世代的任務來說 算是蠻好玩的 另外遊艇任務做4倍 都是一個蠻好的賺錢機會 另外順便說 今個星期的時間挑戰賽 是在好物浩天劇院 RC時間挑戰賽 在威斯普奇海灘 另外R 特製改裝時間挑戰賽 是在紡織城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挑戰一下 還有就是新一期的GTA Plus福利 已經推出了 我之後會再拍片 告訴大家 今個月有什麼福利 讓大家再考慮 獲不獲金比Walkstar 今天就來到這裡 之後下來 如果GTA Online有什麼新的更新 我都會盡我所能 盡快把最新的資訊帶給大家 喜歡的就給個讚好 和訂閱我的頻道 另外大家記得追蹤我的IG 我是鄉後Karl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